赌债不受法律保护 我这就去给我哥说 嗯 哎 我爷子买一百万差借款 我已经花完了 再过点钱呗 哥 我问过律师了 赌债不用管 那群人已经找声门了 你怎么能见识十六三 我都帮你多少次了 我没钱 我 这种识调假勒索 建议报警 你以为我不知道 老爷子生前的保险是你 是你 你真的没救了 掌心如副 你给我钱 天经地义啊 呦呦呦 翅膀硬了 还想还手啊 来动手啊 要钱不扯 该抢劫了 哎 我小学妹妹 关你什么事啊 信不信连你起收拾 好啊 我可不关这 算你左翼 起来吧 刚刚为什么不反抗 还了手就是护殴 被迫还手不是护殴 面对暴力 不敢防卫 只会让寻衅滋事者 更加俗 法治呢 就是保护老实人不吃亏 弱者不受害 那我应该怎么办 这座商情建议 有需要可以找我 我是律师 妈 妈你怎么了 你老爷 你老爷 非要跟那个保姆结婚 今天来就是通知下你们 不是老爷 我老还走三天 您这张大律师 哪天法律规定呢 三五多九成再婚 你要不看看这里啥条件 他呀 就是开上你那套房 我们可是成案 我呸 我是绝不可能同意的 你这是该是我的婚姻自由 老爷 我是支持您的 有个人照顾挺好的 你儿子都比你懂 只不过 这房子是我妈买来 孝敬您的 这您的婚前个人财产 房贷也都是我妈在买 教室想把它变成 夫妻共同财产 婚后 也麻烦您二老 一起还贷款 也不多 一个月就两万 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宋阿姨现在也是名震言顺了 那以后这每个月 八千的保姆费 我们也就不付了 我老爷 每个月三千的退休金 也够您二老生活 钱嘛 身外之物 我们这么年纪了 没有什么是一句 我爱你解决不了的 是吗 王哥 我马上到 我都怪你们 把贝贝都拿走了 我爷 我本来想跟你商量 放个新保姆 我就要在这 我就要在这 那你们走吧 拜拜 美女 喜欢小来狗吗 忘 忘 买 好了 希望 我们 呼 我们 当 腻 反 母 birthday 监 BL 出 口 结构